开了两个多小时的会 北农总经理韩国瑜面对媒体 日前农委会指派的监察人刘光华召开临时股东会 但他却自曝接到施压电话 不但会开不成 刘光华也赶紧辞去职务 被客问则称北农有股黑暗力量 连市议员梁文杰都拿台铁女主管被拍裸照来比较 韩国瑜很不以为然 韩国瑜要刑事警察局请刘光华导案说明 或调通联记录 要相关单位别再装税 韩国瑜表示这两年来 北农一直是台北市评价第一名的公司 对于这几个月来的人事纷扰 韩国瑜对农委会的不满 异于言表 韩国瑜直指农委会进行政治斗争 而身为人事争议的第三方 北农的大股东台北市政府则定调配合农委会为主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喊话 希望事件能赶快落幕 北市府在这场人事恶斗中逐渐退居幕后 只希望能赶快底定 北农则想将重点放回春节蔬果供运 其他问题则带时间来解决 到明年六月份全部都结束 整个一个任期就全部都结束了 一切恢复到临近面 让台北农产即将应付春节的蔬菜水果的供应 我们希望迎接新的一个挑战 提供大台北地区 所有台北市民过新年的时候 能够更好的蔬菜水果可以用 UDN TV 吴晨翰 台北报导